忽然这样好了 我住了四天 那个护士他说 你知道吗 求道很好 出院的时候 哪一天我带去都好不好 护士说真的吗 他说你来参观 真的很好 没有来求道 结果后来他真的来求道了 那个护士 只是开个口而已 他就觉得说 我只开口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来了 那护士说 你觉得蛮好的 他就求道了 你会发现人就很奇妙 一个圆 所以那个圆 所以生死营基因间 有时候就是在 你当下的那个慈悲心 坦白说你讲了 就算没有 我们损失什么 没有损失耶 我们不用得知性这么重 但是你要去创造那个姻缘 所以有一次后学 爸爸去那个老的中心去下棋 老家不是下棋吗 后学就去 去完后两个下棋 我们不能吵 旁边一个伯伯就在管理 八十几岁一个 一个伯伯都在管理 那后学到旁边管理 那伯伯就问说 那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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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